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九百大阿罗汉饶 作所法饮 吃惊汉 加持上师九诸舍 加持佛法变清身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叫做班陀甲也可以叫班陀甲 还有刚才前面讲的所谓的大罗 它居于三十三天有九百个阿罗汉围绕 然后受作的是说法受义 还有受持净汉 加持世间上所有高僧大德 长久诸实和佛法兴盛 他的公文我们前面也稍微讲了一下 他降生的状况是这样的 后来他逐渐逐渐因为自己都变成了一个 特别有智慧 有才华的一个人 然后自己有五百个眷属经常对他们说一些 他们好像是婆罗门教还是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开始给他们说教 讲他们的传统文化 那么有一次当时人们好多人都听说是 来了佛陀的两大弟子 目犍连和舍利子 全部都是蜂拥而去去医治他 他那里去听法他大概了解了一下 这两者到底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这两者一个是婆罗门中心 一个是查地利众生 中心很高贵的 但后来舍弃家的一切事情出家为生 在他的 刚才那个也叫做大路吧 他的看法好像是不值得这两个字有什么 把家这么高贵的家里的一切舍弃 是不太合理的有这样的看法 那个时候在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个佛教徒 这个佛教徒就给班陀家说 实际上你也应该去听一听 目犍连和舍利子的课他们非常了不起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你应该去看看 后来他自己也想要不要我也去偷听一下 看到底他们在讲什么有这样的打算 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虽然好像没有遇到这两位大德 但是他就遇到了 另外一个佛门当中的比丘 这个比丘刚开始给他觉得是他的唯一 他的一些讲经说法方面他特别觉得是很不错的 然后在他面前听了断除十恶和行持十善的法门 他听了一堂课以后好像感觉非常不错的 第二次还想去找他再次地去找他 再次去找他的时候给他讲了十二缘起 讲了十二缘起以后他就完全明白了 这个轮回并不是他们原来在自己的课程当中 所讲到的那样的课应该说是非常深奥的一种系统的法门 后来求他为师剃头出家 他就开始精进修持之后他也要求 应该是后来好像见到佛陀了吧 佛教当中有两种主要事要做他出家之后要求 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 闻思的 还有一件事情禅修这两件 这个佛经当中是有的 所以我们方便的时候大家也应该多看一下一些佛经 佛经里面佛门弟子现在很多人真正 比如说世间人公务员他的工作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医生他的工作是什么 应该有该做的事情而你真正是归入佛门 要行持佛法的时候第一个要学习和思维 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经常禅修观修 后来大陆不断地这样喘息以后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然后把原来自己属下的这些几百个弟子全部带来 在佛门当中进行皈依 所以佛陀也是要求让他到三十三天 然后长久在那里获得了阿罗汉果后要护持佛法 所以这些当然我们作为后学的一些佛教徒来讲 有些说实话有些可能善根比较不错的 每一个公案和每一个道理完全能接受的 有些可能就一般的吧 有些好像完全是有一种排斥 或者有一种相反的一些看法和说法 但这个都可以有 实际上佛教当中都可以接纳 但自己应该宽 到底自己所想的那些是不是正确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以分别念主观的思想下 好多我们所思维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们认为这个很干净的话不一定很干净 我们认为它一直存在 你看 昨天我看这个红色柱子也在 今天也在 明天也在的话 我认为它是常有的 但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听一个故事也好 学任何一个道理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时候 你要观察自己的心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有一个大德叫《滚登全本》 他说从小时候到老年之间 自己的心态幻变过无数次 所以当下的意念没有什么可靠的 他说的这句话说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 可能从很小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具 你长大以后这些玩具也没有什么的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当时的这些对境特别执着的话 到年龄一定成熟的时候好像这个也没有什么 然后你中年的时候特别执着你的事业 执着你的家庭 最后可能你到年龄已经到一定的时候 好像这些也是一种 我们这一辈子的一切执着的生活 到了后面的时候都并不是 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好 或者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些幻变 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但不真实的道理 佛陀在相关的佛经当中 跟我们讲得特别清楚 这一点所谓的一个开悟吧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佛教徒越学越觉得非常殊胜的原因在这里 否则可能我们稍微学一点 最后没有什么学头大家都会离开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自古以来的真正的智者 到最后佛教已经很了不起 这就是人类的应该说是今生财富 也是我们特别希望每一个人要懂得他的部分 我们不敢说是所有的这些真理 但哪怕是里面部分的内容懂得的话 的确也是对今生来世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应该祈祷这些圣者 对我们宣说真理的这些大德们 在世间当中多多地涌现让他们应该 哪怕是住的多少时日也是为了众生应该住世 心里也经常这样发愿的话 这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修法